那到底什麼是指甲矯正呢? 剛好我這邊有一隻腳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皮膚專科王小函醫師 大家好,我是皮膚專科黃瑜珍醫師 今天呢,我們兩個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很煩惱的那個 或是甲勾炎 該怎麼樣去治療跟保養 所謂的動甲,或是我們俗稱 其實就是指甲擦到旁邊的肉裡面去 那如果旁邊的組織發炎的話 就變成甲勾炎 可能會產生一些紅腦皺 甚至流膿的情形 像我們看到那些甲勾炎的病患 我們在診間看到他們可能都是 走路有的時候走太久之後啊 或是說鞋子穿的不對啊 不適當的剪下方式 還有像是灰指甲 或是說天生的甲面啊 是比較窄的啊 那些都是有可能會當大的成績 像是那個年輕人 像大概過中生開始 因為他們的活動力比較頻繁 然後就是常常會有撞擊啊 運動啊 然後加上可能整天都需要穿鞋子 腳會比較潮濕 所以非常容易有甲勾炎的情形 然後像老年人的那個族群呢 他可能就原本有灰指甲 或是說他指甲變得比較硬啊 比較脆 然後他可能會有捲甲 然後結果指甲就卡到他的肉裡面去 然後開始會痛 或是老年人在就是 可能年輕穿高跟鞋啊 或是一些天生的原因 然後導致有拇指外翻的話 那指甲容易特別的擠壓 也會比較容易發生動甲的情形 針對這個問題呢 會分成兩個部分喔 一個是針對手 其實手也會有甲勾炎的問題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腳 那手的部分呢 像我們有時候會不小心想去撕皮啊 或是說摳啊 或是剪完之後就開始覺得 好像這邊有補囊這樣子 有一個弄 這個時候呢 就建議要去看醫生 我們會消毒之後 可能用個針幫你把它挑掉 然後擠出來 再給你適當的抗生素的治療 那腳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比較常看到就是 不小心修剪的太進去 然後所以就發生甲勾炎 然後或是過度的擠壓 比如說那幾天運動比較平凡啊 去走下坡啊 一直撞擊到指甲的話 也會容易發生甲勾炎 但是如果其實輕微的時候 那我們只要多休息幾天 然後刻意不要讓他有擠壓 比如說穿拖鞋 涼鞋 讓他休息 然後不要久站的話 有可能會自己好 但是如果出現以下的症狀 像是紅腫 熱 痛 或是流脂 流膿 那甚至肉牙出現的話 就建議一定要就醫 不要用偏方來治療 很多人其實都有大大的問題 或是說他提甲會痛 因為他可能就不管他 然後有的時候你可能 不要穿太緊的鞋子啊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他可能就會記好 但是這種大概只能是在年輕人 那種 像有一些老年人 或是特殊的狀況 還是請大家注意 說像是 比如說我們像看到一些 有糖尿病的病人 這種就要非常注意 因為他的免疫力比較差 那放久了紅腫 熱 痛 發炎以後 再來可能就是蜂魔性組織炎 那或是有一些病人 他是在使用標靶治療肺癌啊 那他們本身免疫力也不是很好 這種一定不能久放 我們甲勾炎的話 我們可以看皮膚科 或是有時候可以看外科 其實都可以 那我們會分 比如說比較輕微的時候 可能只有一點點痛 或微紅的時候 我們治療可能就採用比較保守的 保守的像是 我們有時候會建議病人剝肉 把旁邊的指肉剝開 或是貼膠帶 就是用膠帶把指肉拉離指甲 那還有像這個圖一樣 我們會塞棉花 在這個尖角的地方 把指甲跟指肉隔開 那就可以讓他的症狀緩解 那或是可以擦一點點抗生素 然後多休息也是治療的方式 因為像我們會長這個肉牙 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紅紅的種種連同 但是當你已經長出這個 紅紅的這一顆肉牙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指甲 跟你旁邊的這一塊肉 他們兩個本來是合乎相處 但是當你膠帶或是甲勾炎的時候 他們你的指甲跟你的肉 就是在炒下 他們只要相比 他們就會大炒 大炒之後就會長出這個紅紅的肉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剝開 除了塞棉花之外 我們會幫你做一個冷凍治療 或是說硝酸癮的治療 也就是抑制這個 就有點像它的怒氣增生 我們就用冷凍或是硝酸癮 讓它可以 減低一點它的怒氣這樣 讓這個肉牙可以消腫 然後他們兩個之間的 就可以適當的分開休息這樣 然後有時候肉牙如果真的太大的話 我們會把這個插進去的指甲 就稍微修掉一點點 讓它就是減少接觸 彼此各配 那像剛剛提到的保守治療啊 如果有效 但是卻還是一直不斷的復發 比如說你要一直反復的修剪啊 反復的剝脂肉 但是這個肉牙還是沒有效的時候 我們就要進到下一步的 積極治療 那積極治療呢 一般我們會分兩種 一個呢就是指甲矯正 比較新型的指甲矯正 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甲床重建處 就是把指甲的手術 然後再把腳的甲床做一個小組 那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簡單來說 指甲矯正呢 就是讓你的指甲從彎的小的變得比較大片 就是指甲變大片 然後手術呢 把指甲呢 就是讓指甲變成小片 那指甲矯正到底要怎麼做呢 如果在有這種肉牙的狀況下的話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會稍微把指甲稍微修掉一點點 那大概過一個星期 肉牙其實就會自然消除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指甲矯正 那到底什麼是指甲矯正呢 剛好我這邊有一隻腳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指甲矯正的話 其實是用一種智慧型的金屬 那它有彈力 所以就像亞布米亞指甲矯正一樣 它會把指甲拉起來 回到正常的軌道上 那所以本來彎彎小小的指甲 可能在做了矯正以後 就會變得比較大片 那它會拉起來拉離脂肉 那脂肉自然就不會一直發炎 放矯正器之後 它會把指甲拉起來 那如果變大片這一件 這個方式沒有效的話 有的人它的這塊肉啊 實在是太過於肥大 或是太過於強健了 所以呢我們就變成 一直還是不斷地會有擠壓的問題 那這時候可能就必須要讓指甲 再變得小偏一點 的話呢我們就會打麻藥 然後呢把這個指甲呢 就再把它切掉一部分 拔掉一小部分 但是拔掉是沒有用的喔 我們拔完之後呢 這個生長點的部分還要進行一個燒掉 然後當我們把它燒掉了之後呢 指甲呢才能夠就是變得比較小片 它才不會兩個又一直打架 這就是基本上所謂的 甲床重建術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呢 如果是甲勾炎或是當嘎的話呢 它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就是你不會痛 然後灰指甲的話 大部分是不會痛的 如果你只是單純是灰指甲的話 那灰指甲會有一些它特殊的症狀 對啊像灰指甲 我們其實最常看到就是 變色啊 變黃 變黑 變灰 都有可能 然後還有變厚 但是我們也不少看到其實 灰指甲跟 甲勾炎或是蛋嘎是並存的 那是因為增厚以後 它可能指甲 有點變捲起來 然後就間接的會擦定脂肉 所以這兩者其實不要搞混 但是他們也可以一起出現 因為有些人他就會有點很強迫性 他只要看到白白的指甲 就想要把它剪得很短 不要過度的剪指甲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穿的鞋子 比如說鞋子呢 不能太鬆 也不能太緊 因為如果太鬆的話呢 他們會容易去鑽到 然後太緊的話呢 也會讓脂肉跟指甲 容易就一直撞在一起 又超亮亮 然後還有你鞋子的形狀 像有些武生可能很喜歡 穿那種尖頭鞋 看起來腳會比較修長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們 就是有甲公園的問題 你們是真的不建議 穿一些比較尖頭的鞋子 這些都會讓我們 你的腳會過度的鞋壓 然後就容易有甲公園的形狀產生 那我們日常生活也可以做一些保養 第一個的話 就是建議要剝脂肉 那剝脂肉其實我們一直提到 因為它就是一個 讓你晚上放鬆的方式 然後一天剝三次 一次大概就是按30秒 那剝的方式其實就是 把我們的脂肉遠離指甲 這樣往下剝 然後大概停留個30秒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就是做一些 按摩或是塗抹一些保養的東西 最簡單的話就是 擦脂圓油 那脂圓油的話 顧名之意就是擦在指甲的邊緣 所以我們的話是擦在指甲的 這樣擦一個摸字型的感覺 然後讓它比較滋潤 比較不會產生厚皮 那我們指甲因為生長的快慢不一樣 像手都長得比較快 手一個月可能長0.3公分 腳一個月只長0.1公分 所以剪的頻率一定不太一樣 那像手的話 我們一般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之間剪一次 那長短的話大概就是要稍微留白 不要過長也不要過短 過長其實很容易去勾到 造成指甲受傷或是長不納勾 那過短的話 沒有指甲保護之後也會非常疼痛 那像腳的話 像剛剛黃醫師說 我們可能一個月才長0.1公分 所以以大家每個人的速度 可以三到四周修一次這樣 那一樣的話 也是不要修到太短 然後那個形狀 大概就是維持一個正方形 或是長方形的指甲形狀 比較好看 像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到它剪得圓圓的 其實大多數人都是非常熱的 然後指甲都已經在肉裡面了 那這樣就是非常容易造成甲勾炎 甚至有人一剪不好 留一個尖角在旁邊 那就會造成發炎 那厲害的就是肉牙就開始亂的反復生成 所以我們剪指甲是非常重要 那正確的圖就像這一塊 剛剛王醫師有提到的 最好是可以是方形或是甚至長方形 留一點點白白的 然後讓指甲是蓋在肉上面的 那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指甲的邊邊 會容易插到肉裡面去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教大家怎麼樣剪指甲囉 首先我們必須要選正確的工具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平剪 你可以使用真的是剪刀 然後平剪可以平平的去把它剪下去 或是說我們市面上常常用的指甲剪 其實它是有一個半月型的 那一種的話其實比較不適合容易當搭的人用 因為你怎麼樣剪都會剪出一個弧形 但是像那一種剪刀 你如果仔細看它也可以是沒有弧形的 反正你就盡量找它的這個是平的 你是可以平剪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指甲 比如說像我們的指甲的前緣 這一段應該都是白色的 那我們基本上都希望在指 指肉的前緣大概1mm左右 所以我現在保留1mm在這裡 然後呢我就拿這個你的剪刀呢 就給它咔嚓剪下去 好剪完之後呢 你看你也只留1mm在前緣嘛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覺得 欸可這樣不對啊 這樣有點好像兩邊是有尖角的那怎麼辦呢 有的人就會想說好那我就把它修掉 就沒完沒了的一直修 這樣是錯誤的 如果真的有尖角的話 你就拿你的摩甲棒 把這個邊緣把它摩掉就好 摩順就可以 所以它就是一個正方形 或是一個長方形的形狀才是正確的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